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发表文章 题目为云计算将成为中国与西方的新战场 云计算简单说就是将资料的储存和运算 交由远端的服务器去处理 并通过网络进行传输 这样可以节省企业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云计算也汇集普通的用户 例如谷歌地图、Gmail、YouTube等服务 都是云端的一环 而提供云端服务的企业也可以获取大数据 来分析消费者的习惯 中共近年是巨额投资云计算 根据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云计算市场 2020年中国的云计算支出达到190亿美元 占到全球云计算总支出的13% 但是与美国云计算发展依靠企业不同 中国云计算支出很大程度是由政府拨款推动 去年5月北京表示将向技术平台 拨款14亿美元发展云计算 阿里云、腾讯云和百度网盘 都从中共当局的资助中获益 此外北京还在东南亚、非洲、澳大利亚 以及欧美寻求业务 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境外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2020年底 海湾国家最大的电信集团沙特电信宣布 与中国的阿里云合作 帮助沙特建立云计算基础设施 报道表示 中共被允许在一些国家制定与云相关的行业标准 这可能对未来的国际规则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贾斯汀·谢尔曼指出 印度等一些国家将中共的云计算扩张 视为数字殖民主义 去年8月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提议 对在美国境内获取数据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打击 包括那些云计算公司 金融时报引述专家的话说 尽管拜登政府现在收起了川普时期的强硬措辞 但美国抵制北京禁军云计算的决心依然坚定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